大家好我是奥雷 今天要讲的电影叫火鬼胎 主角名叫小薇 平时在酒吧打工 他一有空就会帮毒贩子卖毒品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良少女 一天毒贩子丢了货 以为是被小薇偷了 于是把他带到外面教训了一顿 小薇不服拿起木板还击 此举彻底惹怒了毒贩 毒贩将他扔下盒 差点把他淹死 小薇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院里 医生说小薇的身体并无大碍 母子平安 小薇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医生人很好 知道小薇没钱付药费 还让他继续住院 以为小薇不光贩毒还吸毒 医生怕他出院后继续吸毒害到孩子 晚上小薇的毒瘾犯了 拿出了藏在包包里的毒品 准备带到厕所去吸毒 他从镜子里看到后面好像有人 但是仔细去找又找不到 随后马桶里流出了污水 小薇不小心打碎杯子后 突然产生了幻觉 看到这间厕所被淹没 自己在尿海里熬油 他注意到水里好像有女鬼 便开始大声呼救 护士听到动静后打开门 看到小薇躺在地上 旁边还有未吸的毒品 医生检查过小薇的尿液 知道小薇在厕所里没吸毒 他告诉小薇 你之所以产生在水中的幻觉 很可能跟之前的溺水也有关 医生并没有将小薇常毒的事上报 而是没搜了小薇的毒品 他希望小薇能够迷途之反 小薇的男友早已抛弃了小薇 所以小薇不想要这个孩子 当他来找医生堕胎时 医生却不在 便只好作罢 一天戒毒所的工作人员阿特 来找小薇做例行调查 小薇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鬼影 然后再次出现幻觉 他看到自己变得面目全非 然后就开始抽搐 这里的人都以为小薇的毒瘾犯了 经过抢救 小薇并无大碍 晚上小薇听到了哭声 但是护士却说听不到 小薇很好奇 便寻着声员走去 结果走到楼下遇到了毒贩子 毒贩子追上去教训了小薇一顿 还好有病人路过这里 毒贩子怕把事情闹大 只好停手 小薇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 便找孩子出气 这时女鬼终于现身了 不过他并没有伤害小薇 小薇立刻跑出去找医生 这下终于可以证明医院有鬼了 当小薇带着医生来到病房时 女鬼早就走了 医生知道小薇要堕胎 便找他谈心 告诉他生命的意义 然后医生讲了自己的故事 医生的老公和女儿全部因为意外死去 现在只剩下儿子跟他相依为命 小薇懒得听这些 便说自己要出院 医生答应了他 不过医生也提出了条件 那就是小薇要随传随到 这段时间小薇都住在朋友家 朋友要去上班 便让小薇一个人待在家里 小薇在帮朋友洗衣服时 女鬼又出现了 女鬼似乎有事 想跟小薇说 这时回到家的朋友 听到了小薇的呼救声 立刻跑进了浴室 女鬼只好离开 一起进来的 还有来做调查的阿特 两人立刻把小薇送到了医院 女鬼没了耐心 再次现身相见 两人被小薇的叫声吵醒 再次将女鬼吓跑 小薇跑到外面大喊 你为什么要缠着我 有本事你现身啊 我不怕你 女鬼就真的现身了 对不起 我只是开玩笑的 女鬼恢复成生前的样貌 将自己的死前画面 传送给了小薇 小薇接收完讯息后就晕倒了 一位之前的老太太告诉阿特 女鬼是来找自己的孩子的 小薇只是女鬼寻找孩子的桥梁 所以女鬼是不会伤害小薇的 小薇找到了医院里的二号毒贩子 她从记忆画面中看到二号毒贩子和女鬼的死有关 小薇在激动之下扯掉了二号毒贩子的护身符 一把将其塞碎 随后小薇被赶来的医护人员带走 小薇想查出事情的真相 本来阿特不相信有鬼 但是经过这些事后 她开始相信小薇的话了 阿特找当警察的朋友帮忙 再加上小薇提供了一些线索 终于查出了女鬼的身份 女鬼名叫马一 两年前在小薇之前差点淹死的合理自杀 试检后发现马一当时已有身孕 由于案子是两年前的 所以警察也找不到什么记录了 两人只好去找旧报纸 随后两人来到马一家 得知马一死后 她肚子里的孩子被人偷走了 偷孩子的嫌疑人当天就死了 这件案子就成了悬案 小薇在马一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男子小薇在记忆画面中见过 所以他肯定和马一的死有关 该男子是马一的老师 不过他却说自己和马一不熟 不清楚马一的死因 这下线索中断了 晚上小薇回到家后 遇到了等候多时的毒贩子 毒贩子怕小薇把事情的真相查出来 于是打算将他溺死 马一及时出手下退了毒贩子 最后毒贩子受到马一的惊吓 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 毒贩子一死 毒贩子二号慌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天小薇无欲中看到了杂志上的照片 想起了之前的记忆画面里有这一幕 于是和阿特来到照片所在的赌场 这个赌场已经被查封了 里面脏乱不堪 小薇凭借着记忆中的线索 找到了赌场的暗格 暗格里放的就是马一的孩子 这里的管理员告诉他们 传说把死去的孩子当做林英来供奉 就可以保佑自己发大财 林英的怨气越强 效果就越强 另一边毒贩子二号一直见到鬼 最后承受不住压力 投案自首 并讲述了案情的经过 一名投资商想开赌场 他知道林英的传说 并想找个林英来给自己聚财 正好这时候有个人找到毒贩子二号 请他帮忙处理马一的尸体 处理完尸体后 毒贩子二号买通了给马一剖尸的人 让剖尸人想办法 弄到马一刚刚成型的孩子 谁知道剖尸人完成任务后 突然涨价 毒贩子二号只好将剖尸人干掉 毒贩子二号略懂巫术 他拿到马一的孩子后 把孩子的灵魂封印在额头上 然后割下了额头上的肉 来做护身符保佑自己 再把孩子卖给投资商 一举多得 而找毒贩子二号处理尸体的人 正是马一的老师 两年前马一怀了老师的孩子 但是老师已有家世 他之前一直瞒着马一 现在瞒不下去了 便叫马一堕胎 马一舍不得孩子 便说自己会一个人把孩子养大 在争执过程中 马一不小心摔下了楼梯 陷入了昏迷 老师以为马一死了 他怕事情闹大 便找来两名毒贩子 叫他们处理尸体 在处理过程中 马一突然醒来 毒贩子剑事已至此 只好将马一溺死 然后伪造成是杀的样子 老师看到警察已经找上门 便举枪自尽 本以为事情都解决了 但是马一的鬼魂 还是没有离开 晚上医生在给小薇治疗时 将毒品注射到了小薇的身体里 然后露出胸像 说要为儿子报仇 原来老师就是医生的儿子 现在老师死了 医生成了孤家寡人 所以他要找揭露 事情真相的小薇报仇 医生在路上 把自己的计划都讲了出来 说要把小薇伪造成刺杀的样子 讲得很大声 生怕这里的病人和护士听不见 就在医生动手时 马一又出现了 他从身上滴下了很多水 这些水接触到裸露的电线 医生出电后 从楼顶掉了下去 阿特赶到后 救下了小薇 经过这些事 小薇终于成长了 他改邪归正 立志当一个好妈妈 电影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最后一个故事 是不是修睿 是的 最开始知道修睿 是在爱笑会议室 我很喜欢他和乔山 当时知道有爱笑这个节目后 每天都翻出爱笑的节目 在吃饭的时候看 可惜后来人员流失 质量下滑的很严重 就没再看了 就说到这里 我是奥雷 我们明天见 最后是广告时间